艺术家陈琴尼手上拿着一个以黑白色相间设计而成的装饰瓶 你看得出这个艺术品原本只是一个废旧的回收瓶吗 香港流行艺术家陈琴尼在现场说明他的彩瓶作品 他说他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想在瓶子上抒发自己的心情日记 不过后来却演变成是在为玻璃瓶讲故事 瓶子是捡回来的 那不用一毛钱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是环保的人 但是我觉得环保这两个字呢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随便的说出来 因为环保不是只是捡瓶子而已 而是你要整个生活都环保 他说这个创意是在八年前 他突发奇想把传统在纸上的作画 移转到回收瓶或是衣服饰品上 像是这款白色底黑色纹路的彩瓶 每个瓶子的化成都不同 被他取名为思路 就是在说玻璃瓶 他们也有自己表达和思考能力 两set的瓶子呢 是代表了我两个阶段 这个是我先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用瓶子来说人的故事 第二个阶段是我用瓶子来说他自己的故事 怎么说呢 第一个阶段我是画很多我平常的日常的事情 或是人物 或是好像写一个blog 或是写一个diary一样 那这个是我开始的时候的创作 那现在呢 我用透过这一些 我叫他做思路 这个思路可以把瓶子重新做一个reborn 为了让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 能够随时随地接触他的作品 陈奇妮还推出了手机APP应用程式 只要扫描手机上的条码 就可以和3D立体9屏彩绘图像拍照 目前陈奇妮在南加州社区设立了两个彩瓶爱地球的艺术工作方 希望将不用的回收品发挥创意废物利用 让他们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同时达到环保爱惜地球资源的推广 中网电视采访报道